6月8日 民进党举行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党内初选电视证件发表会 蔡赖双方都对两岸关系证件有所表述 同一天 参加国民党党内初选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在花莲举行的选事活动上也表示 有信心创造两岸和平 国民党其他参选人郭台铭 朱立伦 王金平等也都表达过自己的两岸证件 而另一位2020热门人选 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时 更对两岸关系的见解与主张有相当完整的表述 展现有处理和改善两岸关系的能力 中评社快评指出 显然 无论是蓝绿白2020参选人都很清楚 两岸关系证件是一道必考题 阅卷的除了台湾选民 当然还有大陆 大陆的原则 立场 主张 或者说具体的答案 不管你喜不喜欢 或接不接受 就明白的在那里 评论表示 2020年这场选举 无论是对台湾 还是对两岸关系 或者对台湾不同阵营 都相当重要 不同的结果可能导致相当不同的发展趋向 两岸关系议题无疑是选举的主轴之一 哪位候选人有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力 有改善两岸关系的能力 有维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能力 有改善台湾经济民生的能力 一定会是选民投票的重要考量因素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